今天的独立在线要邀请到的是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的加峰来跟我们一起连线 我们要请加峰来告诉我们这个礼拜有哪些重要的公民行动的讯息 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关心一个具有丰富文化资产的建筑保存议题 它是南港的瓶盖工厂 其实南港瓶盖工厂的前身它是日市市区民营的国产软木工业株式会社所属的工厂 那么在台湾光复之后由台湾省的专卖局 也就是现在的台湾烟酒公卖公司他们来做接管 那么专门在生产公卖局所属14家酒厂所需要包装时候运用到的瓶盖跟软木酸的产品 那在93年的时候它停止营运 在闲置之后其实台北市它有推动那个都市再生计划这样的东西 他们来展览音乐跟拍片还有一个火花的运用 他是说这边也有很多部电影也是来这边来做取景 不过后来因为市政府跟国有财产署的契约到期 所以其实原地在今年8月就要进行拆除 我想这个拆除或是说这种老房子或者是老的这种工厂拆除 好像在台湾是非常司空见惯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所谓的南港的瓶盖工厂是在什么样一个状况之下 开始引起社会的关注呢 其实南港瓶盖工厂内它有许多不同年代所保存下来的一个历史建筑 那么其实在当时时代背景里面预含了很多丰富的文化 还有就有一群志工他们就是发起这样的一个行动 就是说他们想要来保护南港瓶盖工厂里面所有全区的所有建筑 那么透过许多当地居民跟在地土地上所有工作上生活过的长辈们 他们的口述历史呢 他们是有说发现这块图园园区里面有很多文化的 是一个文化的布地 除了建筑之外呢和过去的文化历史之外 这边的柏树老树也是急需要被保存下来的文化资产 那么因此志工林宜君他就在今年8月2号呢 他们提送了一个古迹指定或是历史建筑登陆一个申请 那么文化局也开始来做这样一个启动文资保存审议的一个程序 这座工厂我想应该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很清楚 它到底是在做什么 刚刚我们就知道仿佛隐约定到是一个南港的这个瓶盖工厂 那它的历史发展是什么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重要需要保存的一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建筑呢 其实在志工发起保存活动之后呢 他们是认为南港瓶盖工厂的价值呢 是在清朝时期 它是在台北的皮塔 铁道还有日志时期光顾后的工业文化产业的一个基地 也是建设呢 二战时期的军师的一个遗产 那也是台湾工会的发展地的之一 根据日记时期呢 曾经在这边工厂的工作的员工 吴阿明他的口述 其实瓶盖工厂在日志时期是海军的特约工厂 他们是专门生产军舰用的一个碳化板 供日军来做使用 那么其实到了战后之后呢 才改为生产木砖跟瓶盖 那也是台湾最早 也是最大的软木栽的瓶盖工厂 那也是在南港这个地区呢 见证了台湾工业发展产业的一个起源 所以除了在这样的一个从一个工会的角度 或者是从一个工厂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他都有一个非常重要让我们去保存 或者是让我们更去谨慎的去对待这一种 所谓的历史建筑的这样一个价值跟态度 那除了这一种所谓的一个在工运的发展史上面 或是整个台湾的工厂 或是整个台湾这种所谓产业发展史上 一个重要性的之外 据说这个南港平爱工厂 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也有一些有关环境的一些座右事吗 是因为除了建筑之外呢 志工他们提出的文化资产价值 其实包含了很久以前古诗地的遗址 跟城市的演化的价值 因为过去新庄子笔是古代的台北湖 跟康熙的台北湖的遗迹 那么依照1945年美国空照图到1965年的资料显示 他们里面是说平爱工厂旁的一个皮糖 是一直都存在着 那么用途是作为蓄水赤红 以及调节气候的一个功用 他们厂区内目前还保有赤森林这样的东西 是一个绿色的廊道的存在 他们园区里面其实跟建筑还有地景是可以追溯到 日式时期到80年代的工业厂房的一个遗迹 他们可以说是一部非常完整的城市的演进史 那见证的台湾从农业到工业一直到商业化的演进的一个历史脉络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的资产 不管是从环境的角度农业的角度 或者是整个工业发展的角度来讲 虽然这个看起来是目前不见的 有什么在生产上面有更大的作用 可是从一个历史 从一个文化记忆的角度来讲 他的确是需要我们特别去关注 也需要被这个所谓的保存下来的一个 一个做重要的一个历史的遗迹 历史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记录 那目前的这个所谓的抗争的过程 我们知道这些志工们 其实也会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去沉情 然后也召开了记者会 目前的这个在官方的进度上面 或者是在一个抗争的这个进度上面 到底有什么样的发展呢 其实在12月30号呢 官方他们进行第二次的文化资产的审议 他们在万华的剥皮疗这个历史社区里面 来做这样的审议 那么其实别具有特别的意义 因为文化局他们的文资委员 他们其实在当天在审议的过程当中 意见是有点崩起 不过在经过一个小时的讨论之后呢 最后是决议登陆南港瓶盖工厂里面的一些建筑 包含了配销处的仓库 印花工厂 以及仿空洞 印刷工厂 还有印铁工厂 跟平代工厂里面 还有一个钢烧 是作为历史指定的建筑 那么最后保留当地居民 他们所需要保留的一些建物呢 那部分建物是采异地保存的方式来 提供地方跟未来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我想这样的一个发展 基本上某种程度上 拉拉觉得好像有一些进展 不过就像我们之前在访问大暴龙 谈所谓的普安堂事件的时候 其实面对这种所谓的历史的遗迹 或是这种历史的建筑 如果只是选择性的部分的保留 它常常会变成是一个尸块 而没有办法看到整个历史的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貌 今天非常谢谢嘉峰来接受我们的连线 下礼拜我们继续在空中 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讨论来分析 最重要的一个台湾公民行动的消息 谢谢嘉峰 谢谢 你这个烂摊子何时才能了结 这根本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灿烂时光 我是主持人怡秀 这里是独立在线 首先让我们来关心全台飞和行脚相关抗议事件 飞和行脚在2013年的尾声 完成为期84天的环岛宣讲行动 队伍最终到了台北自由广场 进行公民不服从的跨年活动 包含音乐表演 纪录片放映 以及同性婚姻 反服贸官场工人 愿离反风车等议题的演讲 以议题口号的串联 取代倒数声迎接新的一年 并在2014年元旦转移阵地到凯达格兰大道上 在《你敢有听到咱唱歌》的歌声中升起了反合旗 新的一年 他们许下终结核四的愿望 并邀请现场民众在311辅导和栽三中年前戏重返凯道 接下来是护理人员取消责任制相关抗议事件 2014年1月1号起 手术室与急诊室等护理人员将排除 适用劳动基准法的责任制条款 回归劳基法的一般公式规范 然而医院协会与台湾社区医院协会等院方团体 则以人力不足为由 在新制实施前威胁取消夜间门诊与假日门诊 卫生福利部医事司司长李伟强表示 门诊与急诊分属两群不同的护理人员 门诊部分至1998年医疗保健服务业 纳入劳基法以来 即适用正常公式 关闭门诊不会解决人力问题 立伟林淑芬更表示 过去5年来为服部编列超过70亿预算 今年更编列25亿预算给医院增聘人力 对于院方牺牲病人权益来威胁民众的做法 直批可耻 以上新闻是由前一秀编辑播报 感谢您的收听